第八百一十集 东秦帝后吵架,甚至打架,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别看这二人在人间一副夫妇和睦,同心同德的模样, 但背地里真不少打,几乎就是三天一小架,五天一大架, 宫里的人都习惯了。 他们也不拉架,也不劝架,反正天和地是吵不过也打不过陈皇后的, 最后不过就是放几句狠话,摔门而去。 陈皇后还是陈皇后,还会美滋滋地庆祝又是一架吵成功。 平时的吵是压抑生活的条件,这会儿的吵,在宫人们听来, 竟能听出幸福和踏实。 对嘛,这才是东秦皇宫该有的模样, 只有皇上和皇后吵架了,才能说明一切都回归了正常。 上都城的街面上还在做着战后处理, 百姓依然不敢出街,只有个别商铺开了门。 却不做生意,只是烧上一大锅热水,煮上一大锅清茶, 在打扫街道的官差和兵将们经过时递上一碗, 让他们喝上一口暖和暖和,既暖和身也暖和心。 虽然上都府引衙门和阎王殿已经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 但依然有百姓在这场战乱中受了伤,甚至还有死亡。 所以,所有商铺都可以不开门,金生阁却必须开门。 死者已已,活着的人却还是得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于是金生阁几乎是天刚亮就开了门, 却不是迎患问诊,而是所有的大夫都走上了街头, 挨家挨户去看哪里有重伤者。 在金生阁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医馆参与到救治当中来, 包括夏阳丘的国医堂也是如此。 东公园出宫之后,立即挑起这支医疗小队的大梁, 他跟夏阳丘分工合作,一个管东南方向,一个管西北方向, 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让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 从宫里出来的朝臣们,大多数都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府邸, 而是去了凌王府。 白鹤染同军墓领到时,就看到凌王府门口后置一大片的人, 都是在等府里的灵堂彻底布置完毕, 好能进府去调宴逝去之人。 他被军墓领扶着从马背上下来, 人们见他们来了,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来。 白鹤染也没说什么,只同军墓领并肩往府里走, 经过冷星城、韩天刚等人时,轻轻说了声。 谢谢。 同时,目光也看向右相刘德安以及太医院院守郑夺。 郑夺微微躬身,说道。 微臣赶着过来给武殿下上炷香, 然后却要去城里帮着金生阁和国医堂救治百姓了, 恳请使殿下和公主能不能让陈贤进去。 白鹤染点头。 走吧,随我一起。 他嗓子有些哑,说话声音很轻, 但还是有很多人听清楚了。 有人羡慕郑夺,也有人自贪不如。 毕竟在这场宫宴上, 争夺的女儿是坚定不移地站到了天赐公主那一边的。 他们自问在时局不明时, 没有这个魄力, 他们的儿女更没有魄力。 所以, 人的命都是自己正的, 该着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 你怎么都得不着。 凌王府里哭声不断, 虽然都极尽所能地压抑着, 可越是这种压抑就越叫人心里难受。 君慕林仰了仰头, 吸了吸鼻子, 一直到人已经站在了灵堂里, 一直到郑夺已经上好了香, 磕好了头, 人也已经告辞李府, 他这才开了口, 犹犹豫豫地说。 我其实跟这个五哥, 并没有过多地交集与往来。 他生性多疑, 是我们所有兄弟当中最狡猾的一个。 我不喜欢他那双像狐狸一样的眼睛, 也不喜欢他像狐狸一样的笑。 他应该也是不喜欢我的, 可能是觉得我性情乖张把护, 也可能是觉得我自小就得了父皇最多的宠爱。 可是说起来, 除了他算计你的那一次, 我与他之间, 倒也真是没有过交误, 他没算计过我, 我也没对付过他。 又吓人递了三支箱过来, 他接了, 又凑近白煮点燃, 拿在手里久久不肯插进香炉。 就站在灵堂前, 对着星客的牌位一直看着。 白赫然看得清楚, 军墓里那双紫色的眼睛里, 含满了没掉下来的泪。 洪家也有人过来, 几个小辈都来调研五皇子, 洪大老爷还拆了人来问, 这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白赫然婉拒, 毕竟洪家也遭了殃, 自己府里的事都忙不过来呢。 府门外的朝臣依次进来调研了, 七皇子君木男带着白家的孩子一起担负起还礼的责任, 白赫然还劝君木里。 进宫去吧, 父皇一定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我见你衣袍摘鞋, 想是回来的路上也遇了嫡系吧。 郭问天的大军剿灭了二十万, 不知小没剿干净。 应该就是那些了。 君木林说。 这些年我和九哥接二连三地摧毁了不少老太后的私兵营, 而郭问天本身并没有多少兵马。 比起老太后的兵来, 可谓是风毛铃角。 他抬起手捋了捋他的头发。 然然, 我知道你伤心,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我也不说让你别哭这样的话, 只对你讲, 如果想哭就哭出来。 哭哭铃, 对死去的人也是好事。 你心里的嫌绷得太久, 总有要断的一刻。 与其为日后埋下隐患, 不如现在就哭断了。 先断了, 再记上, 以后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白赫然嘴角泛起苦涩来。 我哭过了, 二皇子的刀插进他心口时, 我就已经哭过了。 薛木林, 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不是他独自出城营地, 身受重伤, 还是我明明告诉他 我可以救活他, 他却不肯让我治, 也不肯喝我的血。 他是一心求死, 是一心要用死来破了这个剧。 我杀了那么多人替他报仇, 可是仇报了又能如何呢? 人还是走了。 他叹了一声。 回宫吧, 晚些时候我也要回天资镇去, 阿恒来了, 我必须得回去见他。 君木林点点点头。 听说了, 有一位秦女子助理营迪, 是吴万海对面的那位姓凤的皇后。 然然。 他有些犹豫。 他来了, 你, 你会不会跟他走啊? 他一愣。 跟他走, 去哪里, 我为什么要跟他走? 他指了指西方。 跟他上大船, 到吴万海的对面去。 你们那样要好, 你会不会想要去他的国家, 会不会放弃东西? 他摇头。 不会。 这里是我和我的亲人用血染过的疆土, 我不会轻易就放弃。 何况, 阿恒有阿恒的生活, 从前也好, 现在也罢。 我与他之间,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各聚一方, 而不是谁依靠谁, 更不是谁保护谁。 他有他的国, 我也有我的家。 只有各自强大, 方能共同成长。 还有, 君母临, 我舍不得你, 我失去了这么多亲人, 若再失去你, 心事之一操我就又白走了。 他将人拥入怀中, 紧紧一览, 随即放开。 等着我, 出宫之后, 随你一起到天资阵去。 君母临走了, 那些来吊咽的朝臣 竟不知为何都松了口气。 虽然面对白鹤染时, 他们也紧张, 特别是白鹤染这一身的血触目惊心, 浓重的血腥气更是刺鼻子。 他们在想, 这些下人也不说给天资公主换身衣裳, 这样子太可怕了, 能让他们一下就想起昨夜的战乱和城外的屠杀。 但是这些比起君母临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 就实在不算什么了。 虽然石殿下没有参与这场平乱, 甚至都没有参加公宴, 可他们就是害怕, 就是认为这位石皇子回过神来之后, 会着手整顿朝纲, 也会整理这一系列事件。 到时候, 谁有罪没罪, 谁有事没事, 石皇子心里自会有意赶称。 人们很想跟白赫然说说话, 想打听一下石皇子有没有说过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毕竟白家受了挤兑, 还死了人, 依着石皇子的脾气, 这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但他们也只是想想, 谁也不敢跟白赫然说话。 因为白赫然灵力的目光时不时扫过他们一眼, 那些在公宴上帮他说过话的人踏踏实实的, 但没帮他说过话的, 还有当时占了中立态度的人, 这会儿就开始心虚了。 好在白赫然只是冷冷扫服,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到所有人上过乡, 行过礼, 也接受了还礼, 都走出凌王府了, 白赫然依然没有多说一句话。 灵堂再多安静下来, 但这么一折腾, 一整天眨眼就过。 这会儿又快到傍晚了, 临时早就去楚夏安排做了晚膳, 不管怎么说, 饭还是要吃的, 夜里还得守灵呢。 七皇子一直没走, 但其他的皇子除了君牧领之外, 也没再有人来过。 倒是君灵溪宫里的人来了一趟, 说君灵溪病了, 有些发热, 太医院说是这一宿折腾的, 不但伤心过度, 还有些吓着了。 白赫然给了那宫人一枚药丸, 让他给君灵溪带回去, 如此才算放心。 白真真心神不宁, 因为君牧领回来了, 但九皇子却一直都没有回来, 派出去大厅的人一波又一波, 却都没有九皇子的消息。 白燕宇一直跪在地上烧纸, 但是他看不见, 所以边上有丫鬟帮着递给他一张, 他就烧一张, 有时候不小心手碰到火盆, 烧出一个炮来, 他也不在意。 红氏敲声问白赫然, 燕宇的眼睛能治吗? 小小年纪, 总不能让他就这么看不见了。 白赫然点头, 红衣放心吧, 能治的, 但肯定不是现在治, 他现在的状态, 也不可能让我上手, 不如让他哭个痛快, 待丧事办完, 我再与他好好说说。 红氏点头, 又抹起眼泪, 他便对红氏说, 红衣去红府看看吧, 我知道你心里头担心着, 去看看, 哪怕看一眼再回来呢, 总也能安心啊。 红氏却没答应。 不了, 红家的几个孩子都能过来, 说明府上是真的没事, 这边这情况也走不开啊, 许多事情都等着张罗呢。 阿然, 他拉了白河燃一把, 两人走出灵堂说话。 还有个事, 你得拿主意, 就是武殿下落葬的事情, 当初李贤飞都葬在皇陵之外了, 武殿下怎么办, 葬入皇陵, 肯定是又要起纷争了吧, 可如果不葬入皇陵, 还能葬在哪里呢? 白家祖坟吗? 我总觉着他不见得能愿意葬在白家, 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 庭陵要么三天, 要么五天, 这件事情总要有个安排, 不如你给拿个主意吧。 白赫燃也犯了难, 是啊, 葬在哪儿呢? 皇家不合适, 白家也不合适, 而且平心说, 他也不愿意让君木峰落葬白家, 因为白家不配。 葬到天字镇后面的山上吧。 这声音是白咽语的, 小丫鬟扶着他走了出来, 站到了白赫燃身前。 二姐姐, 红衣, 将他葬在天字镇后面的山上吧, 他一定乐意的。 燕雨, 白赫燃知道他的意思, 葬在天字镇后面的山上, 君木峰就可以一直看着天字镇, 看着他心里真正想看见的那个人。 听众朋友, 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中年坏大叔白星年。 都给我去听神医毒飞, 快去。